柯文哲 柯文哲 其實這只是柯文哲這五年來 長期有計畫 綿密式的跟財團企業主密會的冰山一角而已 這就是我這麼多年來 我這麼瞧不起柯文哲的地方 就是說柯文哲說一套做一套 他白天跟小市民們跟青年朋友們說 我會捍衛小市民的公平正義 我會幫青年朋友找房子 他會幫無殼蝸牛討回居住正義 白天講的是公開透明 結果他晚上做的又另外一套 他私下密會這些財團企業主 更糟糕的是這五年來 柯文哲本來說要查查五大弊案 結果五大弊案不但無疾而終 而且五大弊案這幾個財團 都跟柯文哲成了莫逆之交 柯文哲成了這些財團的入木之兵 結果柯文哲你五大弊案 你沒幫我們台北市府跟市民們 要回任何的公道 反而你私下跟這些財團去交好了 那這影響很多啊 比方說五大弊案的松山文創園區 那是富邦財團啊 富邦還有一筆是在馬英九市長時代 以小病大併吞我們的台北銀行 這個疑雲重重 那柯市長竟然在三年多前被逮到 他私下去拜會蔡明中 那被逮到的柯文哲還狡辯說 他是去幫蔡明中看病 我當時公開在議場就說 市長我們台北市一天有兩萬位病號 你要兩萬位病號市民 你都要去看病嗎 不可能嘛我們選你當市長不是讓你當醫生 所以柯市長用種種狡辯之詞掩飾 他事實上這麼多年來 他長期有計畫的在經營 他跟財團企業主之間的關係 那柯文哲的目的很簡單 我不客氣的講 柯文哲密會這些財團企業主建商們 他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推銷柯批平安符嘛 那什麼是平安符 中國清朝末年不是有白連教嗎 白連教到處搗亂到處破壞 那讓一般民眾商家們心生畏懼 那只好就去買他的平安符啊 同樣啊柯市長你身為首都台北市長 那你是不是變相的借勢借端 再向財團企業主們推銷你的柯批平安符 所以那因為選舉兩票嘛 選票跟鈔票 柯文哲白天騙選票 晚上找鈔票 這就是柯文哲真正面目的柯文哲 被報導出來 我覺得真的非常好 這不但印證了我五年來 對柯市長的觀察正確 而且這讓更多市民看清楚柯文哲的真面目 柯文哲的真面目就是 他說一套做一套 前後不一表裡相反 這就是柯文哲啊 他說過去曾經批評財團的老闆 都是用刀叉吃人肉 今天他受訪的時候卻說 他是以朋友的身份出席 既然那些財團是用刀叉吃人肉 他還去跟吃人肉的財團做朋友 那他怎麼樣 他還要跟著這些財團一起用刀叉來吃 來餘肉我們這些人民百姓嗎 所以這非常可惡嘛 你既然都說這些財團企業主用刀叉吃人肉的 你還去跟他做朋友 你沒有站在小市民 沒有站在公眾的立場 去捍衛公眾的權益 去讓小市民 讓公眾 不被財團用刀叉來吃我們的肉 你不去做這樣的捍衛 你反而去跟吃人肉的財團們 私下密會成了他們的入幕嘉賓 那你不是去助紂為虐當幫兇嗎 他這種話也講得出口 我說實在話 我五年來對柯市長的觀察 我怎麼會了解到他說一套做一套 他私下跟企業主財團交好 也是因為人家看不過去 很多人才看不下柯文哲 白天講的那個樣子 道貌黯然 私下他是向財團企業主交心 所以我認為現在台灣民眾黨的黨徽啊 三個禮拜前我就建議柯文哲啦 我說他可以把新台幣的那個符號 當為他的黨徽嘛 但是網路有更好的創意 網路現在想出用檳榔 或者資源回收圖 所以我具體建議 把創意很好的檳榔 還有資源回收的圖騰 外加新台幣鈔票的這個符號 合成起來 大概最符合柯文哲創黨的原意 也更符合台灣民眾黨的本質啦 柯文哲就是 有錢至上 鈔票萬歲 那選舉就是兩票 柯文哲賭信 選舉就靠這兩票 選票跟鈔票 柯文哲白天騙選票 晚上找鈔票 這就是柯文哲的真面目 那有就是今天他回應說 就是有 因為報出來的是 就他說媒體是在影射 有特定的正式目的 然後他反綠媒這樣子 你怎麼看 這跟所謂的綠媒 紅媒什麼媒報導 無關啦 柯文哲 你幹的壞事就是幹的壞事 那出了事就狡辯 柯文哲一向這樣嘛 這個想到什麼做什麼 做什麼錯什麼 錯了就賴 想到就做就說 說錯做錯就賴 這就是柯文哲啊 所以我覺得這麼噁爛的事 被揭發了 柯文哲要狡辯 當然是柯文哲的權利 可是如果小市民跟青年朋友 還要繼續被他騙 那我也真的沒話說 可是我理解到的多數市民朋友 多數青年朋友 早就離柯文哲而去啦 柯文哲這幾年來的行徑 已經被我們台灣主流民意看破手腳 台灣主流民意早就把柯文哲丟包了啦 所以柯文哲最近才會更積極的主導演出 活生生政治版的季生上流嘛 他想要再去拉台灣首富 去拉他的抱他的大腿 向台灣首富交心 因為柯文哲希望藉由寄生首富這個上流 來讓他的圖眾 他的政黨跟他自己 能夠獲得資源吸取奶水 所以這麼噁爛其實 其實人民的眼睛是血亮的啦 柯文哲你就狡辯你的吧 沒有人會相信的啦 那他昨天在專訪中提到說 三個人最後一定會結盟成功 那是問他說絕對沒問題 那是柯文哲你個人的判斷了嘛 柯文哲那就祝福你啦 你寄生上流成功嘛 那可是這也是台灣民意 對你判政治死刑的一天啦 所以柯文哲你就去吧 你就去吧 不過我相信商場老將 台灣首富郭台銘 應該也不是那麼輕易 被柯文哲虎弄的啦 我相信人家也會有一定的判斷 你看王金平不就多次發表 鄙視柯文哲的那些言辭了嗎 在王金平的心目中 他是完全鄙視柯文哲這個人耶 人家王金平好歹政治歷練了50年 人家有一定的格調嘛 謝謝議員 謝謝